好了 繼續回來聖經徵讀 邀請你訂閱我們的頻道 轉發分享我們的影片 按LIKE 和留下一些造就性的留言 我們繼續講下去 我們講的是約翰福音第十章 我們這裡就看看約翰福音的詮釋 對法律賽人的講論好牧人 面對這群反對主的法律賽人就是猶太教的代表 朱耶蘇向他們宣告一篇偉大的好牧人的講論 就是藉以來解釋他和以色列的關係 在福音書中 這是朱耶蘇最後一篇公開講論 其實在舊約的神學當中 神是和以色列人的關係 常常都是用牧人和羊的關係來表明 神的百姓常常都是比喻為羊 而國家的首領通常是用來比喻牧人 而惡劣的首領通常都是比喻為假牧人 在新約中 耶穌也是以牧人的身份 比喻自己和以色列人的關係 他將以色列人比喻為流離失所的羊群 所以在聖經神學當中 牧人是指王的意思 而其他國家的宗教文學也稱呼他們的神或王為牧人 現今主耶穌是以牧人來自居 實在指祂是國家期待的彌彩亞王 好了 這裡首先是第一部份 其實整段的講論主要是指出牧人對國家的關係 和他為國家所做的事 按照牧人一日之內 從朝早到晚的經歷來說 可以分為三段 就是朝早 下午 傍晚的情形 首先第一 他對國家是有絕對的權柄 主耶穌指出不從門入羊群 羊圈的那個一定是賊 羊圈比喻為以色列國 而另外的羊就是指愛幫人 這個門就是比喻主耶穌他自己 道賊就是比喻國家的首領 牧羊人是主人 他有權從正門出入 其他從第二處進入羊圈的 主耶穌就用了幾個暗語 來指出他的權柄 第二 他是有開路先鋒的 看門者的責任是看管羊圈 是等到牧羊人回來的時候才會走 這裡 看門口的人 就是用來介紹 彌賽亞比以色列人的那位 私勢約翰 第三 就是他認識他的羊群 北勒斯坦的羊圈 很多都是由社團來共用的 請了很多不同的牧人來看管 各個牧人都用不同的聲音 來呼喚自己的羊群 主耶穌就說他來到以色列 但不是人人都接受他的 凡是接受他的 就是那些被牧羊人按名叫自己的羊 第四 他將羊領了出來 領出來的意思就是指 主耶穌將神的子民 從舊的制度裡領出來 即是摩西的制度 並且在他的前面領導他們 目顧他們 包括保守和餵養 接著就是牧羊人和羊的供應 這一段是比賽是下午的時間 因為早上牧人已經將羊領去草原 吃了草 主耶穌在三方面指出他對羊群的供應 第一他是救恩的門 主耶穌宣稱他是羊的門 就是以色列人進入神的恩典途徑 在他之前都是賊和強盜 就是指國家的宗教領袖 不能夠將救恩帶給人 只有主耶穌才能夠這樣做 第二他是餵養的門 牧羊人工作之一就是餵養羊群 主不單止應許救恩 亦是應許生活的供應 出入其實是聖經的術語 是指生活的 第三他是封聖生命的門 主耶穌來到這個世界的目的 不是要延長人的生命或永生 而是叫人今生已經更加充滿意義 在這一段和下一段裏面 作者的借慾異常的活潑 他一面就是比喻主是羊的門 亦都比喻主是好牧人 其實這個就是作者 使徒約翰在這本《約學福音》當中的一個文學特色 活潑的借慾就是主耶穌是生命的糧 亦是供應生命糧的人 亦是真理 亦是進入真理的途徑 接著就是牧羊人對羊的保護 這段相信是較傍晚的時間 有時候牧人因為要帶羊到教園的草地吃東西 未及在晚上可以趕回羊圈 就要在野外露宿 所以這個時候 真的牧人和故宮的區別 在這裏就會有一個清楚的顯示出來 神是好牧人 是舊約一貫的觀念 包括了詩篇二十三篇 先知書 耶利米書 以色列結書都有講到 在這時候 耶穌自稱為好牧人 其實好牧人 其實也是彌賽亞的稱號 意思就是彌賽亞是一個真牧人 牧養國家 甚至是為國家捐區 根據猶太人的傳統說 牧羊人失職的時候 比如說是當羊被猛獸吃了 就要負上賠償的責任 在創世紀的雅各 對著拉班的時候 也有講過這個情況 所以一遇到這種情況 他們就會逃之夭夭 主耶穌就是暗喻 國家領袖的牧羊這些國家 就像壞牧人一樣失職 他們好像故公的身份 只是顧著自己的土福來想 一點都不顧著羊群的安全 只有一好牧人才會掛念羊群為羊捨命 好牧人就是認識他的羊群 我是好牧人 我認識我的羊 我的羊也要認識我 正如父認識我 我也認識父 並且我為羊捨命 主耶穌再三強調 他是好牧人彌賽亞 好牧人的特徵就是認識他的羊 即是認識羊的天性和需要 並且保護他們 叫他們不會迷失或喪亡 牧人甚至是會為羊捨命 好牧人就是招聚所有羊 好牧人不僅是照顧自己圈內的羊 還要照顧第二處的羊 主耶穌言外之意就是暗示 在自己的子民之外 還有外邦國的人是需要這個救恩 在主耶穌向他們傳救恩的訊息的時候 他們也會歸信於他成為一群 在神的救恩裡是不分彼此 只是歸一個牧人而已 其實這裏也是救藥多處 有關於真牧人預言的應驗 而這個應驗就在牧人慰羊死了之後 才開始逐步成就 換言之在五巡節教會成立之後 猶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裡成為一體 好了最後我們來看到一個後果 就是那群猶太人因為這件事又起了紛爭 有一群人就說他是被鬼附的 但另一群人就說被鬼附的人 又怎會令到盲眼的人開眼呢 就好像上文多次的紀錄 聽眾對主耶穌的宣稱 產生了兩種不同的反應 第一種就說他是被鬼附 還要瘋了線 好了第二就是對主耶穌 就是半信半疑那群人 好了這兩派人又在又紛爭 可見黑暗和光明這兩個勢力 常常都是由搏鬥是永不止息的 好了我們今節也講到這裡先 之後我們仍然會繼續為大家講解 約翰福音的內容 好了所以大家記住 訂閱我們頻道 轉發我們的影片 在下面按LIKE 留下造就聖的留言 好了我們是聖經精讀 我們今次講到這裡先 祝福大家